哈囉大家好 我是柯里斯丁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就是在 美國LA B4L山莊 我們有來吃一間應該算是 世界文明的網美店 Gucci Osteria 這個由知名精品品牌 跨族餐飲界的餐廳 是由義大利的國寶級三星主廚 Massimo Bottura 親自監製一起聯名打造的餐廳 那這間餐廳在全世界已經有好多間分店了 LA算是比較早期創立的 而且也已經拿到了米其林一星的評價 麵呢就有很多Massimo Bottura 非常經典的料理 包括了我們之前有嘗試過的Emilia Burger 跟著我一起來看看這一間一星的Gucci Osteria吧 Massimo Bot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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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在吃的是他們馬上送上來的合餐 做成非常精緻 小小的一個混了松露醬 然後一點牛肝菌打發過的Espuma 想起很明顯 一試下去的濃郁的味道 直接沖刺在嘴巴裡面 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它這個 餐前的小麵包 也有它的打發的鮮奶油 然後還有一般的這個奶油 我們再來試試看它這個麵包 然後塗上鮮奶油醬 在麵包裡面它有那個果乾 微微的甜味 因為烤過它稍微有一點點融化的感覺 有點像是充當果醬的用意 口感上來講還不錯 我現在試的是小蜜蜂奶油 造型就是經典Gucci芭果的樣子 嗯 這個奶油它是很深層的濃郁感 就那種乳脂比例超級高級高的味道 很香的一種乳脂味 在台灣好像比較少吃到的 蠻有特色的 想要給大家看它這個脆片 去到一些比較傳統老式的義大利餐廳 他們不是會那種長長的起司棒 要把它做成像脆餅的形狀 比較現代一點點不一樣的形式的展現 它味道是一樣的 我現在要來試這第三份的麵包 一般的裸麥麵包 然後上面撒了poppy seeds 還不錯 覺得我們在台灣可以吃到很多更好吃的麵包 它的第一道前菜呢 是一個白蘆筍的料理 徒生他在介紹的時候 他是講說 這個是用一個洛杉磯當地有名的地標 去做的造型設計 就有蝴蝶在上面飛舞的一個感覺 脆餅是用梨麥去做的 口感是非常非常的清爽 清淡 主要是有一點點白蘆筍的那種清香微甜出來 底下是布拉塔起司 配上一點點的醋 整個感覺就跟它這道料理一樣 春天來了 非常清爽淡雅的一個料理 主要是要傳達它的意象 給你一種慢慢進入狀況的感覺 送上的這一道海鮮料理呢 都是用了各種不一樣大海的味道 有干貝 蝦子 軟絲 配上一些墨西哥辣椒 橄欖油 還有白蘿蔔在上面 是比較鹹酸風格的 跟我們台灣想要去強調的那種鮮味 是有一點不同的 馬上感受到的是那種大海的鹹感 這個干貝也有用過那種酸漬的手法去處理 所以讓它的顏色看起來比較蒼白一點點 裡面幾乎是保持生死的一個狀態 更明顯的去感受到它的軟度 嫩度 醃漬的過程當中 它那個海味也有被吃進去 接下來這道料理叫做 披薩偽裝成燉飯 我覺得是目前為止 最具Maximo風格的一道料理 它就是喜歡把一些非常經典的義大利的元素 混合風格 然後再去做變化一種創新 哇 超級好吃喔 風乾番茄實在是做到完美 甜 酸 鹹 鮮 米芯也保有了顆粒感 用的這個米是那種比較粗厚的 義大利米 整個義大利的味道都在這個燉飯裡面 而且它那個稠度 簡直就是教科書等級的完美 這道菜 一級棒 這份呢是他們的炸雪芋 哇 多汁無比 熟度是掌握的完美 剛才他們在介紹的時候是說 鮮魚是泡在味噌裡面去醃漬一天 隔夜之後拿出來 然後包了醃漬的大根 裹粉下去炸 旁邊呢就是配上 新鮮的番茄做成的 凍 好吃 上主餐之前要來分享一下 在這邊用餐的這個氛圍 非常非常的舒服 充滿了時尚的感覺 採LA自然的光線 充滿了很多花草樹木為伍 裡面就充滿了非常多 GUCCI的元素 包括我們剛才一進門的時候 天上的那些星星 盤踞上面都會有蝴蝶 蜜蜜 指標性的紅絲絨的長椅 細節都有做到 OK 好 我們現在就等主餐來 這個是特別加點的 Amelia Burger 就是Massimo在2007年 跟Shakeshack一起聯名合作的 這個漢堡 當年興起了一股騷動 如今終於可以吃吃看了 哇 就是這樣 小小的一個 哇 牛肉的香味 厲害的是它那個 巴薩米克醋的醬 它的起司就是藏在漢堡肉裡面 牛肉漢堡排本身呢 帶有了乾式熟成牛排的風味 加上了一點點的牛骨髓在裡面 所以那個味道會更加的深層 更加的風味獨特 這就是一份米其林等級的漢堡 來試試看它這個 剛炸完 薯條 又脆又燙 外面灑了很多紅椒粉 辣椒粉 還有一些其他的香料 風味是十足的 配到那個梅乃滋 酸酸的 鹹鹹的 非常酥脆 輕薄的外層 然後裡面呢 是很蓬鬆柔軟 這個就是做薯條的技術 也是做到驚聞 蠻厲害的 我現在來吃吃看它這個 用Maximo兒子Charlie命名的 這道巧克力甜點 下面有焦糖的冰淇淋 味道跟金沙一模一樣 唯一跟金沙不同的地方在於 它有個冰淇淋在下面 其他的味道真的是一模一樣 中規中矩的一道甜點 整個用完餐之後 配你咖啡或茶的這個小甜點呢 它們這個是一個 上面放了白巧克力的泡芙 然後旁邊是櫻桃果醬做成的糖果 因為我這次沒有點咖啡 我們就是這樣直接吃掉 那這一餐呢就是結束了 爆香啊 吃完這一次Gucci Osteria整個的體驗 什麼都很好 就是貴的也 包含了20%的服務費下來呢 一共要599.59美元 這個就是一個體驗吧 體驗全世界最頂級的網美店 是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算是很有意思的一次用餐 那Maximo的料理也算是吃到了 Emilia Burger也算是吃到 還算是蠻開心的 相當具有旅行記憶點的一餐 我是柯里斯林 喜歡影片的話 請按讚分享訂閱頻道 推薦我更多好吃的餐廳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影片見 掰掰